欢迎收看KNT快报 控方撤销奥莫扎西建思基金案控撞的争议 今天继续延烧 法大会前主席拉底花敦促政府 不要把责任推给法庭 也不要拿法庭判决当借口来愚弄人民 拉底花指出 按照宪法法庭有责任批准控方的申请 拉底花今天在社交媒体X指出 根据联邦宪法第145-3条文 只有总检察署有权利发起继续或终止起诉 因此当检方向法庭提出 在不等同虎罪下撤控的要求 法庭不得不批准有关申请 拉底花直言 不要再愚弄人民 法庭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选择 所以不要责怪法庭的判决 他也认为这样的说辞不仅不诚实 还诋毁了辛勤工作的法官 政府不能把责任推给其他人 扎西也是副首相 他涉及的建思基金案昨天出现大反转 虽然之前有了表罪成立裁决 但控方却申请在不等同虎罪下 撤销扎西所有的47项罪名提控 法官克林最终接受了检邦申请 但是下判时也批评检邦浪费时间和资源 扎西的律师西山郑宝德教后表示 他们将提出上诉 争取无罪释放 对于扎西获得释放但不等同无罪的判决 大马国际通明组织感到震惊 并警告这件事将影响公众和国际社会 对马来西亚的看法 甚至影响我国的全球清廉指数 龙雪花棠则认为 政府撤控的决定不但会削弱人民 对政府打击贪污的信心 更会令人担心这是释放那集 试水温的动作 龙雪花棠也形容 政府如今的做法好比自我挫败 与前朝政府的选择性提供或撤控的行为 没有差别 逆边乡 统民党穆打要求总警网署详细交代 撤控阿姆扎西的决定 否则不排除撤回对团结政府的支持 让团结政府失去国会三分之二的优势 统民党主席赛沙迪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 扎西的判决超出了统民党的底线 因此他们将重新评估 统民党在团结政府中的地位 同时考虑巴动街头抗议 统民党总秘书阿米尔在同场记者会也说明 统民党通过提控扎西运动提出的三项诉求 分别是 总检察署必须在国会解释为何撤控扎西 立即把检察官办公室和总检察署分开 以及重新提控扎西 团结政府目前在国会掌握148个议席 刚好抵达三分之二多数的门槛 而统民党在国会拥有一席 也就是赛沙迪掌握的麻坡国席 公正党巴西鼓当国会员哈山卡林 则对扎西摆脱案件感到极度失望 他质问人民该如何相信烈火莫西的意义 哈山卡林昨天在面子书通过一首马来士指言 他一直认为的高尚斗争 如今似乎变得毫无意义 全部白费 哈山卡林表示 我们每天高谈消灭贪腐 站在道德制高点 免于贪腐 坚守诚信 高喊烈火莫西的口号 人民如今还能相信这一切吗 他接着质问 联邦政府想要通过扎西案 向世界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而马来西亚人民是否获得公平对待 扎西摆脱贪腐控状 引发政治干预的争议 不过身为执政成员党的 诚信党和行动党都发出了相同立场的文告 两党强调他们尊重法庭判决 但敦促总检察长伊德鲁斯 公开交代撤控的原因 陆兆夫今天凌晨发文告表示 总检察署是基于案件 需要更仔细的调查而申请撤控 给予扎西释放 但不等同无罪的裁处 是总检察长伊德鲁斯手上的权限 而且也获得法庭接受 不过为了公正原则和问责 陆兆夫认为总检察长 必须公开解释决定撤控的原因 他直言这个解释极为重要 对民众和国家社会继续信任 大马司法体制有着关键作用 陆兆夫也重申 行动党遵从三权分立原则 确保行政权不会干预任何法庭案件 扎西摆脱贪腐控状 也成为国盟炮打团结政府的剑靶 国盟主席慕尤丁批评 总检察署撤控是不道德的行为 他质问总检察署是否受到政府上头的指示 才这么做 国盟勤团率力团长袁怀绍则嘲讽 安华和阿姆扎西年轻时就有一段爱情故事 如今师傅安华为了拯救爱徒扎西 不惜牺牲自己的诚信和烈火莫西议程 另外阿菲夫组案也认为烈火莫西已死 他更质问华社 这是你要的政府吗 这是中国人的政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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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如果中国人的政府还想要政府的政府 我们的政府是中国人的政府 都要政府的政府 留步部长张希兴敦促马哈迪 向其首相阿都拉学习 退位后就别再干预政府 他昨晚在普莱为团队政府助选时也批评 马哈迪用宗教煽动人民 他之前没有做的 应该是公开下载的道歉 而不是去散动的经验 用宗教来反抗的 如果大家可以做了 四十年代的民民的道歉 做了二十年代的最强的选项 已经转头一党的前巫统领袖 阿努亚穆沙呼吁柔佛 巫统选民在双补选中 集中选票投给国盟 阿努亚穆沙昨晚在助选时表示 华人在选举时都会集中选票 投给行动党 而马来人也应该在投票时 要有策略集中投给国盟 三十年代的 人员的不想要做的 不想要做的 能力去做DA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